槟城北海一名完全没有做过生意的华裔男子 华裔市身份遭人盗用 竟然是无端端当上了12家公司的董事或股东 还背负上了骗税罪名 这名靠打散工为生的男子多年来好几次遗失了身份证 至少更换过12次身份证 也因为如此 他的身份相信是遭到不法集团盗用来注册公司 36岁的马先生没有做生意的经验 一直以来只靠打散工为生 但他却赫然发现自己竟然当上12家公司的董事或股东 马先生说他今年4月到关税局协助调查时 曾经签署一份文件 但他当时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之后的三个月就不断收到商业注册局的来信 马先生之后决定向马华八眼区会寻除协助 这才发现身份遭人盗用 2014年到2016年期间 在马先生的名下竟然注册了12家公司 不仅如此 其中一家注册在马先生名下的公司 甚至卷入向关税局追讨税款的欺诈案 让马先生成了带税羔羊 原来其中一间公司叫做JECO 它就欺诈了GST 大概大约100千 就是它跟关税局拿回100千左右的GST 那个回扣 然后呢 Custom就要去找回那些其他他属下的 就是他的supplier那些 所以发现到原来是没有的 宾州马华八眼区会组织秘书陈驾唐指出 马先生过去曾经12度遗失身份证 加上他本人不安国语 教育程度不高 才会遭不法之徒看重 遭人盗用身份 而根据他向关税局的了解 这起事件的背后 相信有不法集团在操控 受害者也不止一人 马华八眼区会将协助市主 向关税局和相关单位跟进调查进展 为市主讨回公道 NTC 槟城 采访报道